有名字叫유 有名字叫 有名字叫 除了似这名字 ob 科幻小说 就带给我一种惊奇的 甚至 没法限制我想象的感受 只有科幻文学是 能够站在一个上帝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世界 就它可以创造一个世界 咱们中国十几亿人 当时数一数台下做的人 有出版能力的可能就六七个 但我们一想美国有两亿人 有两千个科幻作家 将来的孩子 这不能是总看漫威美国的科幻电影 小时候读《海底两万里》 我也很喜欢 因为那个世界就在现实 在海底下 我想去到那里看一看 但我没有办法去到 我读那个作品后 它代替了我的想象 你说什么 读剧实际上是一个 我理解是一个半成品 就是在读的过程中 才能把真正的剧本形成 从观众角度 我是觉得整个故事 通过这种读的方式出来之后 让我的画面感很强 深圳的读者的基本素质还是很高的 深圳的科幻迷隐藏在各行各业的人 还是挺多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做了社会化活动 就是引进了一个新的想法 可能在欧洲那边有过一些实验 就是一个素人 一个从来没有戏剧表演经验的人 甚至没有朗读经验的人 能不能够在短时间成为一个读剧的参与者 报名最多的还是IT界的从业人员 然后还有些职业投资人 还有的是吸引到戏剧圈的 这个比较独特 因为我们初初以为 不会吸引到人家那些专业的演员 后来我们也交流了一下 他们是因为是科幻 这个题材很吸引 这个实验呢 结果也看到了 我们做了两次 还是有一些成果的 对于独剧这种能够有很好 曾经是体验的活动 也想体验 代入感很好 观众和演员之间没有更多的合合 在过程当中 可能有时候也会站到演员 演出的场地当中 但是演员也没有丝毫地这样打扰 然后大家能够彼此互动得很好 三号五六七 深圳是中国的科技中心 所以我想在深圳做活动 我们凸显的是科幻 是科技的前导 从技术角度来分析 比方说我们高科技多一些 高科技上面一层是硬科技 硬科技在上面一层是黑科技 在这方面的前导作用 所描述的并不够 更多的是文化圈的一些活动 我们希望是在产业圈 就跟技术能有直接的带动 以前讲 我们的芯片为什么做不出来 这么多人才做不出来 我们的人才 或者我们的整一个商业机制 在想象力跟创造力上 还是需要有发力 这个发力怎么发力 我们乐见于在深圳 有更多的科幻的爱好者 科幻迷深圳不少 但是真正愿意提起笔来 或者拿起画来画画的 就比较少了 深圳本身的诱惑特别多 创作是个很苦的事情 这里深圳节奏这么匆忙的 很难的 很难的 希望有更多的深圳本地的投号 因为我们从小可能 你什么知识都不懂 你也可以去想象 但是它如果插上这种 科学的翅膀 就可以使得我们人类 在这种无限广毛的宇宙中 可以走得很远 就不单止我们可以 在地球上生存 甚至可以去到地球以外的地方 有些人类的地方 是一种无限的地方 在地球上生存 有些人类的地方 是一种无限的地方 是一种无限的地方 在地球上生存